现在是晚上的九点 咱们在海部前那边 这边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宵夜馆子 是主打重庆菜的馆子 今天要过去看一看 这个店名字很有意思 叫不是水煮鱼 然后它卖的是沸腾鱼 它用的是草鱼 68块钱的是草鱼 你咬这个鱼吧 它就是鱼身鱼肉紧致 它是用重油把这个鱼做出来的 然后配合花椒麻椒干辣椒各种椒 然后还有那种泡椒的老姜 做出来的麻辣鲜香 这是它的必备的特种 鱼是咱这儿的鱼 料是人家重庆的料 然后它这边的大厨 据说是以前的一个大店的 很厉害的一个行政总厨 带的全部都是重庆这边的团队 在里面做的鱼 最近这个江湖菜非常火 我觉得它就跟我说的这种 不拉不拉菜气吧 有异曲同工的妙处 最早发迹于路边摊大排档 价格便宜是它的特种 所以说吧像它这种店 我前面是看着人家 听到一个大网红 过来他在这吃了 我一看这个店开了不久 然后做了味道 说是正宗地道 我过来赶快尝一尝 我怕它过了一支以后 为了生存下去 它把味道跟着人家拐了 重庆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脑花 叫九村 是叫九村吗 九村脑花 很有名的 我没去过重庆 但是我去过重庆的朋友 觉得都吃过它那边 特别的 叫烤脑花 然后是一个那个 锡箔纸的那个饭盒烤出来的 然后它这个脑花叫什么 叫菊脑花 叫做沙锅菊脑花 脑花就是猪的脑子 什么叫菊呢 就是它在这个脑花的下面 破上一层什么蒜瓣的 什么一些 然后把脑花放在上面 然后再浇上它特制的这个 这个麻油这个料之后呢 然后用微火蒸到这个脑花里面 是这么形成的这么一个菜 绵软 还有点滑 跟那个羊饱那个感觉有点香 那个羊饱还没这个嫩 脑花你吃的时候吧 你记住了 吃啥不啥 这种人是这么想的 这个蒜瓣烤的很好吃 它里面挑的这个红油重油 这个料 很厉害啊 对我来说 个人来说 太麻辣 太辣了 越辣越想吃 就是那种拔不下来那种感觉 三小吃里面有一个脑花 它们是炖着中 炖着汤 你看这个脑花让重庆人吧 就给做成红油辣油的了 麻辣那种 人家真是 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做法 两头猪去两个地方 它们的命运是绝对不一样的 对吧 但是我敢说这个重庆人的这个脑花的做法 完全可以跟法式大菜那个鹅肝 绝对可以相提并乱的 而且我觉得更适合我们的口味 它家的镇店三宝就是水煮鱼 还有这个菊脑花 再就是它家的这个铲嘴跳跳蛙 它这个铲嘴跳跳蛙里面用的是牛蛙 但是牛蛙又不像它这么小 我刚才问了一嘴 它叫牛蛙仔 就是青年时期的牛蛙 料足 味重 块大 麻辣 刚刚吃鱼里面还有鱼刺 这个没鱼刺 所以在淡水当中吧 非常适合吃这个牛蛙 牛肉弄想 整天蹲在水里 鸡肉 它天生长的就是鸡肉 所以是吧 这个牛蛙不很适合作为咱们的这个下酒餐 这个水煮鱼 脑花还有的跳蛙蛙 是文哥给你推荐的 够了文哥打分的程度 我再给你推荐一个菜 叫爽口脆肠 哇塞 非常哇塞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据说是老重庆那边吧 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是猪身上的一个部位 给你们留个问题吧 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吧 给文哥留下言 告诉我这啥东西 然后这个店吧 人家是个夜宵馆子 晚上五点开门 下午五点开门 你中午来了没用啊 然后一直干到凌晨的四点 到了半夜了 你可以弄它点辣的过来吃吃 咱们青岛那边的夜宵都是野馄饨 他可能是咱青岛第一家吧 夜宵主打这个重庆菜了 走辣了这个四路的这么一个餐馆 他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吧 他们是中松了 对吧 但是 对他这个中松咱们要拭目以内 你们吧 趁着他刚才这个店开了没多久 口味还坚持中松的时候 你们赶快过来尝尝 重庆人平时吃的是什么味道 这是我想的 我再进货